每日读经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浩斌神父 今天是四旋期的第四个主日 福音的章节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第一到第三节 还有十一到三十二节 是有关于档子的比喻 我觉得这个福音的主题就是和好 和好就是宽恕以后还要欢宴 今天福音的内容 基本上背景是 耶稣基督跟一些税务员 还有罪人一起吃饭 可是法利塞人看了很不满意 就指着耶稣基督说 他怎么去结交罪人 还跟他们一起吃饭 耶稣基督就用了一个比喻 跟他们讲解 这个比喻里面有三个人物 第一个是就是小儿子 就是所谓的档子 这个小儿子跟他的父亲说 爸爸把你的这个家产 应该分给我的 意思是宣告他的父亲死亡了 要分遗产 然后他就拿着这个遗产到远方去了 他在那里荒云度日 后来就把他的财产挥霍尽了 然后他没有办法 又碰到大饥荒 只好去投靠一个人 这个人派他去看猪 对犹太人来讲 看猪本来是不可以的 他去放猪到一个程度 好像没有东西吃了 他就跟拿这个猪吃的豆茄来吃 冲击 状况实在非常痛苦 后来他想一想 我有一个父亲 他的父亲是非常慈爱 因为圣经上说 他的父亲的工人都口粮充足 意思是父亲对这个工人非常好 所以这儿子就想 那我就回家去跟我爸爸说吧 去跟他说我得罪了他 我愿意悔改 后来这个浪子就起身回家了 回到家以后 他路上发现他的父亲 是家庭里的第二个人物 他父亲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他 就跑过来抱着他 吻他 欢迎他回家 然后把家里的这个戒指 好的鞋子给他穿 最后还为他杀了一头牛犊 就是庆祝 庆祝 所以这个全家都非常欢迎 第三个人物就是这个大儿子 大儿子在田里面 他在田里面工作 听到家里为什么那么热闹 他就找了一个那个仆人来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仆人就对他说 因为你弟弟回来了 所以你爸爸不但给他戒指 给他鞋子 还杀了那头牛犊 这个大儿子就非常生气 他跟他的爸爸讲了说 我那么多年都好好为你工作 而且我一向听你的命令 你连一只山羊也不可以给我 现在这个儿子回来了 你给他那么好的 爸爸就劝这个大儿子说 你不要这样 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所以这个我们赶快回来吧 进来吧 跟你的弟弟和好 我们要欢迎 所以在故事里面 事实上就是讲的三种人 其中一个讲的就是这个父亲 父亲是天主 或者我们可以讲耶稣基督 这个浪子讲的就是那个税务员 或是那些罪人 另外这个大儿子讲的就是 这些法利塞人 意思是这个小儿子犯罪 可是大儿子好像是一个模范生一样 是一个正义的人 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 跟他的儿子弟弟要计较 他父亲是一个慈悲的人 是一个慈悲的父亲 他就跟他的大儿子讲 我们和好了 我的所有的都是你的 耶稣基督用这个来讽刺 这个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就是法利塞人 讽刺这些法利塞人 这些法利塞人他们就是自以为正义 所以他们不跟这些罪人往来 就不让这个就不跟这些税务员 罪人往来 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 就生活中可能我们就是 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个小儿子 就是我们从犯罪的人 然后再变成第二个 第二个就像大儿子一样 是一个正义的人 是个模范神 最后我们要变成一个慈父 就是好的父亲 所以有人把这一段叫做 浪子回头 其实更重要的大概是要讲这个慈父 意思我们的生活要变成 越来越像这个慈父 今天我有一个故事很像这个 她说有一个女孩跟她的妈妈住在乡下 她们乡下的生活是田园的 非常美丽 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母亲就要连锁三道门 这样比较安全这样睡觉 这个女孩子慢慢慢慢长大 她觉得怨烦了这种好像平淡的生活 所以有一天早上清晨的时候 她趁着她妈妈睡着的时候 就偷偷离家出走 她说离家出走要到都市里面 她希望在那里能够发展 可是坐了十年下来 她发现生活越来越堕落 想一想还是回家去好了 后来她就回家 可是回到她家里的时候 刚好是半夜 半夜的时候她带她母亲的门去敲门 因为她想这个门锁住的 所以敲敲门看 结果发现那个门 敲一下子竟然开了 表示这个门没有锁 所以这个女儿就想 心里有一些不祥的想法说 是不是母亲发生事情了 她走进去以后 发现她的母亲 睡在冰冷的地上 然后她就叫她的母亲 妈妈 然后她的母亲醒过来 看到她的女儿 她恶话不说就抱着女儿 让那女儿哭哭哭 哭了一阵子以后 那个女儿就问她的爸妈说 妈妈 你为什么不上锁呢 这个门 她妈妈讲 从你离家那一天 我就没有上锁 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这个故事跟《浪子回头》一样 《浪子回头》讲的也是回家 所以我们要回到天父的家 回到天父的家 就是我们生活在天国中 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平安喜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